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让你躺了吗 你怎么起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最近咱们在外面买的吃 外面买的不好吃又没有营养 看你也不说一声 我呀 做了皮蛋收尾粥 我赶紧进屋去吧 马上盛出来啊 你自己吃吧 我得去学校一趟 你得吃了饭再去啊 钟奇 你去学校 先吃饭 我得去见这周校长 跟他谈谈我的想法 他马上要退去二线了 很多人都在活动 是 那咱们也得吃了饭再走 你吃你的 吃完早点休息 好不好 要静养 我跟你讲 钟奇 早饭不吃不行 再说 时间也太早啊 就上班这会儿校长有点时间 一过了八点半之后 学校大会小会就来了 我得抓紧谁为了谈谈 等一下 钟奇 等一下 马上这个路上吃 好好好 走了啊 路上小心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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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姐 快下来吃饭 我把早餐给你做好了 我去买菜啊 我去你叫魂呢 都叫三遍了 没完就去吧 我不吃早餐 拿着 来 这是食谱 早餐 中餐 晚餐 还有夜宵都写在上面了 以后照这个做 听明白了吗 觉得棘手吧 嗯 乡下没见过这些菜和汤吧 我告诉你啊 胆身黄旗 要到中药店去买 这桂鱼黑鱼呢 我一定要吃活的 再有什么不会的 就打电话问我妈 以后让你儿子呢 去书店里买几本做菜的书 做菜可是一门学问 听明白了吗 这不是在你们乡下 随随便便弄几个菜就行了 还有 我只吃橄榄油 不吃花生油 厨房有那个牌子 就买这个牌子的 上面都是英文 估计你也看不懂 不过你可以问问你儿子 他应该明白 好吧 好吧 那我就学一学 我愿意做给 唐小姐吃 烫就去那一园 reception 还不 soothing 还不值得 不好意思 你好 我拯愤 将手 死了 请 我再拯愤 你不就能修了 不所以我 是一个人帮 第二我 就一人又能修了 不如那都能修了 娶娶了女儿 我不想听解释 任何解释我都不会相信了 我不是来解释的 我就想搞明白 你这次来将成什么目的吧 你想干什么 哪有这么巧的事 你是 你是早就知道我是唐卫国 所以把你儿子安排到我的身边 然后照个机会报复我 是不是 我希望你光明磊落地 把这一切告诉我好不好 光明磊落 你配说这几个字吗 少侯 你究竟想对我怎么样的 我请你说话 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这些年我心里也很愧疚 我之所以躲在江城来 那也是为了 不想面对你 你听我说 我知道这些年你很不容易 我把孩子带出来 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 你说孩子在那个地方 有什么前途啊 包括我撒谎说孩子死了 但也是为了 为了让你断了这个念想 不要再说了 断了念想 为什么让我断了念想 女儿是我们两个人的 凭什么让我断了念想 你知道吗 一个母亲失去女儿 是什么滋味 我这二十多年 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对你这种自私恶劣的男人 就是报复 也是轻的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 你想跟女儿说说真相吗 你说呢 这个问题 你已经问过我两遍了 这是你最害怕的是吗 我实话跟你说 我就一直没给堂堂 说起咱俩从前的事 她只知道 罗音是她亲生母亲 罗音她一直不知道 堂堂是咱们俩的女儿 她也不知道 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她只知道堂堂是我抱养的 罗音对女儿的成长 可以说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是她把女儿培养成一个个性 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孩子 现在又有病 我相信 你也不会轻易去伤害她 对不对 咱们俩过去那段往事 你就不用 fold 就这个样子 你多包涵 个性女儿堂堂 这几天 我亲眼看到了她跋扈无理 这么多年 你就把她培养成了这样一个人 你让我心里看了都发痛 是 是 是 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 你怎么来了 师母 你们聊吧 我去买菜了 我去学校了 钟晴 你怎么 怎么跟子晨妈妈在一起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愿然碰上她 在说我子晨说堂堂 偶然碰上 你明明跟我说 你去周校长那儿 学校在那边 钟晴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一直跟着我呢 没有 我没有跟着你 我是在家里闷得慌 我想去看晶晶 我没想到在这儿碰着你们 钟晴 你和她真的没见过吗 也许你在哪儿见过 你想不起来了 你再好好想想 我怎么会认识她呢 你想哪儿去了 我们真的在说子晨说堂堂 你说堂堂这孩子 冲人发脾气 人心里不舒服 不能跟我说说吗 这时候大老远 把子晨妈妈请来了 那堂堂这孩子 一点礼貌都不懂 这孩子的脾气 简直是 简直没办法 真的 那可不行 再怎么说 那是子晨的妈妈 咱们应该善待人家 到时候我说说堂堂 行了 你快上班去吧 我气津津的 你早去早回 要累的话 在女儿家睡一会儿 好吧 好 那我走了 咱们前面调个头 好 子晨妈妈 师母 走累了 怎么了 我看你好像情绪不大好 没有没有 我买菜去了 不急不急 坐一会儿吧 坐吧 我们堂堂 不懂事 要是对你也有什么 不静的地方 你不要往心里去 没有 挺好的 子晨妈妈 你原来 在安南当过知情吗 对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钟祁也是 他在那儿待了好几年呢 你以前见过钟祁吗 我还以为你见过呢 也许在哪儿见过 想不起来了 我第一次听说唐教授 我第一次听说唐教授 是从我儿子那儿听说的 我怎么感觉你们像以前认识似的 我都要是领导的 我都倒露了 我说你可能無奂能 Eventizel 找他干什么 也没什么事 就是聊会儿天 聊什么 都是闲话 他问咱们女儿 有没有男朋友 为什么没结婚 还带着个孩子 仲奇 他好像对咱们女儿 特别关心似的 这人就好奇 对唐唐的一切都好奇 子晨都跟我说过 说她妈是唐唐的歌迷 非常忠实的歌迷 所以对唐唐一切都好奇 这正常 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咱们女儿那个大小姐脾气 连我这个当妈的 都伺候不了她 找保姆男呢 你看 人家刚来她就怼人家这样 天长日久的 万一有个差错 我怕影响到 你跟子晨的关系 她毕竟是子晨的母亲啊 我倒没你想那么多 但你说的有道理 子晨也跟我说 说她妈在别墅干不惯 要不这样 你先给晶晶再捂死个保姆 咱们悄悄地先不说 那不合适吧 人家刚来就让人家走 人家干不惯有什么办法 咱不能强求啊 我去找女儿谈谈 让她有个饲养准备 你还要亲自去啊 那打个电话 商量一下不就行了吗 电话你说得清楚 还是当面说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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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窟小姐家吗 是的 唐唐小姐在吗 她在 请您等一下我去叫她 唐妍姐 接电话 有您电话 接到了 好 喂 我是哥迪 你怎么突然向前给我打电话 我在网上看到说 可心堂堂在 差不多任命故人经经的事情 我想确定 今天是你任命故人吗 你什么意思 她是我和你的孩子 对吗 我当初去意大利的时候 记得你已经怀孕了 然后你跟我说 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你要把她打掉 可是我现在在网上 可能孩子都长得 因为我觉得 她跟我长得很像 这只是你的意想而已 这些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把孩子 生下来了 说明 静静就是我跟你的孩子 请你不要在这里 推测和猜想 这个孩子的事情 我已经在网上说得非常清楚了 行了 我还有事呢 我先挂了 安妈 你就一直站在那儿吗 你怎么就这么没有一个做保姆的规矩呢 主人在这儿打电话 你是不可以在一旁听的 你明白吗 我以后你干完活儿 就只能在静静房间里待着 俩敬来 抢子 摩擦 你 diesel 师父问咱俩曾经认不认识 要是让她知道那就麻烦了 她身体特别不好 你想说什么 罗音她特别敏感 她不放心 所以她主动提出要为精明 另外找一个保姆 有什么办法 我得尊重她的意见吧 笑什么 我失去女儿二十多年了 现在好不容易充分了 我不会轻易走的 你是不是要把事情搞得最糟 你在心里才舒服 你愿意看到女儿是也受到威胁吗 我不会伤害她的 我都二十多年没见她了 我爱她还来不及 我干嘛要伤害她 你放心吧 任何伤害女儿的事情 我都不会做的 你说这些没用 你怎么能才 你怎么来了老头 我刚进屋看见阿嬷一个人绑了 我说帮帮她结果也插不上手 孩子是玩疯了 我说帮帮她 淡淡 没事多帮帮你阿嬷啊 你阿嬷很辛苦 要带孩子要做饭 是不是太累了点 阿嬷你这是干嘛呢 你知道这是抹布 你知道这抹布有多脏吗 每天洗每天洗 还有几十万的细菌呢 你赶快把这刀再洗洗 怎么可以用麻木擦刀呢 对不起 我可能习惯了 习惯什么呀 这不是在你们乡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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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津津赶紧叫回来吧 你阿嬷慢慢就适应了 阿嬷那块是 那个挂的那块 我马上回家了 好好好 好好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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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这是干嘛呀 你干嘛向雷保母说话呀 你小点声 走 对待下人就应该严厉一点 不然会灌他们一身毛病的 你懂吗 你说你 你妈 还说另外给你找个保姆呢 找什么保姆呀 阿嬷对津津蛮好的 我看你总冲了发火 是不不不不满意啊 我有我的做法 你就别操心了啊 你说你那个学生安子晨也挺一表人才的 怎么有一位当保姆的妈呀 行了行了 你快走吧 估计我妈还在家里等你呢 走吧 今天哪来看 奶奶 奶奶 你来看我的画 是吗 阿嬷 讲那一瓶 谁画的呀 画得这么好 叔叔画的还是你画的 我画的 我画的 我画的都是谁呀 那画的都是谁呀 你跟奶奶说这是谁 爸爸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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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出来了 这个是谁呀 我就是 这是谁呀 这是谁呀 我 这里呀 行了好 你陪他好好玩 好 我给唐小姐送面去啊 进 唐小姐 唐小姐 面条煮好了 放那儿吧 好 你快吃吧啊 还有事儿吗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昨天晚上我哄晶晶睡觉的时候 她突然间大哭大叫 嘴里喊着爸爸妈妈 哭得满脸是累 把我吓了一跳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晶晶的父母关你什么事儿啊 我告诉你 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父母 做保姆的 要有做保姆的规矩 你来这是干什么的 是照顾晶晶的 其他事你不要管 阿姨你看 这是我画的爸爸妈妈 谁要你画的 谁要你画的 阿姨你不要说我的话 阿姨你不要说我的话 阿姨你没我 阿姨你没我 你以后不说话 我又想说我的话 是我的话 你为什么要做我的话 好 谢谢 我那不动啊 还说再给你画啊 再玩一次 好了好了 好的 谢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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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不动 再给你画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啦 好了 好 好了 好 谢谢 不动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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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以后晚上尽量不要来打一下我房小姐 他们搞艺术的晚上需要冷静 是吧 你喜欢听她的歌 那你就多听她的歌 少跟她说话 没有必要这样真的没意思 挺没意思 妈 干嘛拿孩子出气 饭得疼吗 孩子干嘛呢 真没想到 老师她会有一个这么没有素质的女儿 妈 刚才吓到您了吗 真把我吓坏了 妈 您要是做得不开心 我们就不干了好吗 不不不 我没不开心 紫辰 我愿意做 我喜欢在这儿做 我也喜欢晶晶 天太晚了 你快回去吧啊 回去早点休息 我 我怎么觉得您有心事啊 我觉得 晶晶这孩子好像没这么简单 不像唐当受养的孤儿 您怎么会这么行 我今天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个男人打来的 她和唐当在电话里 好像在谈晶晶的事 妈 老师家的事情 您不要参加我了 好吗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 钟祺啊 吃点水果吧 你都两天没吃水果了 行 先放那儿吧 我现在不想吃 钟祺 你 你怎么了 你看你一回来 就一头钻进书房里 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 那么多烦心事 我能开心吗 组织上考察 我要写这样和那样的材料 这个当校长的事 竞争特别激烈 生物系林教授 人家一个劲的活动 研究生的事更多了 我到现在连论文 还没顾上看呢 该放下的也得放下 钟祺 咱们岁数也不小了 别那么拼了 当校长的事 姐夫那边我盯着呢 你就放心吧 让你给女儿找保姆的事 你抓找姐 可是阿敏芝还没走呢 你 不管 这事我说了算 你尽快找吧 好 嗯 我绝不能让上红留在别墅 留在女儿的身边 也许 我该让紫辰去劝她妈妈离开 你妈妈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 对堂堂 对京京 那是照顾得无为不至 我和你师母 非常感谢她 老师正出在人神的关口 你知道人事变动的情况吗 这是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你不知道多少人在背后 看着你盯着你 想办法找出你点毛病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是说你母亲 你母亲在我女儿家当保姆这件事 那 那老师您的意思是 我的母亲会影响您的竞争 你母亲怎么会影响我呢 我是怕有人说我在这件事上 以权谋私 我母亲在你们家做保姆 您是付给我妈工资的 又不是白干 这怎么叫以权谋私呢 你说得一点没错 但别人不这么认为 现在已经有人在背后 指指点点 说话给我听了 说我怎么偏爱你 都是因为你母亲给我 给我们家当保姆 这些人就是一样 把特别光明的事想得特别黑 那 那老师您的意思呢 要不要 让你母亲先离开一段 等校长的位置定下来 那时候您也快毕业了 到时候怎么都好说 你说呢 好 您放心 我会尽快跟我妈妈说的 这是你老师的意思吗 是 老师她很在意这件事情 是 看谁 您想要跟她说 我们的虽然 你虽然要不要 您在意 还有 您的虽然 再说 现在老师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你还非要留下来干什么 我一先很听老师的话 他的话 我 我不敢委上他 再说 堂堂他人最起码的尊重 跟礼貌的不懂 他根本不配你留下来照顾他 别这么说他 你看他昨天对你那个态度 我看了心里很难受 我不想让您在这儿受窝囊气 妈 现在不是离开的好时候吗 您就别让我为难了 我已经答应老师了 你老师也真是的 当初请我来的是他 现在赶我走的又是他 不是赶您走 这么做真的是为了您好 再说 现在不是在跟您商量吗 那好吧 你不想走就不走啊 不过 你去跟老师说吧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老师 我今天就要出差 要走一两天 紫辰 安紫辰 怎么了 你妈在外面找你 在哪儿 就在下面 使街上 好 哦 妈 你看 我听你的话 决定离开别墅了 离开我的偶像了 我不能让我的儿子为难 怎么了 怎么了 想到这次让您尴尬了 快别这么说 其实我得感谢我的儿子 是 借我来让您当保姆 妈 我真的是被您弄蒙了 感觉堂堂就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的哥 不管她对我怎么样 这孩子在我心里都是美好的 你要知道 妈妈可是她的粉丝啊 你答应我 别对她有不好的印象 我喜欢她 我也喜欢荆荆 妈 等我回来以后 你把堂上所有的那个 专辑 专辑 我都给您买回来 看您听个够 真的 我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 走 帮你去整理行李 妈 妈 我 我还是想让你 多待一段时间 你要是真想走的话 等我出差回来以后就走 嗯 行吗 好吧 喂 爸 妈妈怎么突然走了呀 哎呀 你不要这么高声大声嚷嚷好不好 让她走自于我的道理 她在这儿干的不是挺好的吗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喜欢小保姆 你别给我找我姑奶奶回来 哎 你别哭了你烦死我了 你烦什么 你带过几天孩子 要说烦应该是我和你妈 我就是阿奶奶奶 拿阿奶奶给我找回来 我真是不明白了 你说一个想起来的老老公 怎么就能和你生死扯上关系呢 你跟她说吧 喂 我要让老公说话 找你 喂 喂 晶晶啊 妈妈 你别哭 你听老老话你别哭啊 阿奶奶她家里有事 过些天咱们再把她找回来 晶晶听话啊 老了一会儿就过去看你去 你别哭 宝贝 听话去 来来来 我跟她说 我跟她说 你看呢 喂 小伙子 想不想吃麦当劳啊 我不想吃啊 这可是你说的啊 以后老爷不带你去 买麦当劳吃了 这才是乖孩子嘛 你等着吧 一会儿老爷过来接你 好 好 好 到底是个小孩 一哄就哄住了 你在家休息吧 我带他去买个麦当劳 我也去 你休息吧 我的女儿 妈妈终于离开你了 可妈妈的心 没有一刻我在别墅 iséilde My fresh morning Mount Frame 你怎么会是现在 这个样子呢 现在怎么会是现在这样子呢 就这么做 你说 Está 你来干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给你点生活费 请收下吧 你打算 又负责我的生活 凭什么 我们不是已经没有关系了吗 我没别的意思 你别误会 我今天来就是想感激你 谢谢你能宽恕我 能理解我 也谢谢你那么快 就搬出女儿的别墅了 你以为我离开女儿是为了你吗 我是为了子晨 我不想让子晨 在他德高望重的老师面前为难 你还要搬回别墅吗 只要女儿在那儿 我迟早都会回去的 你能不能让我过上几天好日子 你说吧 我怎么做你才不回去 我是想帮助女儿 让她好好生活 饿不过 有使节 记得那年 女儿连续搞事不断 我把你交到安南 你说 要把他带去北京干病 可是过了不久 就回来告诉我说 他已经死了 我当时听完这个消息 就浑丝过去 等我醒来 已经不见了你的踪影 就看见床头柜上 一张纸条 还有七十块钱 这些年 这七十块钱 我从来没动过他 现在 你把他拿回去吧 便利的 我忘了问你 子辰的父亲是谁 他过世了 对不起 我还真不知道 你不用知道 跟你没关系 还有什么事情吗 如果没事情 就拿着钱回去吧 妈 我不会放弃女儿的 我在梦里都想找回女儿 请你回去吧 爱 流淌在心底 风 吹来一阵阵暖影 空气 扬扬着一丝丝甜蜜 这个世界还是真的很美丽 你看见吗那天空中温柔的白雨 你记起吗你的笑声曾经飘在这里 你的花依然在耳边响起 你回来吧这片大海在等你 你看见吗你泪光中幸福的表情 你记起吗过去的点滴留在这里 不要忘记我一直那么爱你 你回来吧我在这里等着你 你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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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丽 爱流淌在心底 风吹来一阵阵乱影 空气荡漾着一丝丝甜蜜 这个世界还是真的很美丽